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难想象一百六十年前 这里是一片荒芜之地 人口稀少 直到发现黄金之后 发现金矿的消息 很快传遍海外 甚至去到地球另一边的中国 数以万计的华人千里迢迢奔向北美洲 开始他们的沉甘梦 这些影像 见证着华人当年的经历 当中包含了多少辛酸 几予闯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850年代 来自世界各地的冒险家 齐集美国加利福尼亚洲 和阿拉斯加一带 叉里的墨片《淘金记》 就是取材至当年的淘金热 不过整出电影 完全看不到现实中 都有份参与的中国人 之前已经有不少做生意的人 从菲律宾去到墨西哥上来 所以发言金矿的消息 很快就传回到中国的广东山 广东沿岸的人 数百年出局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北美洲发言金矿 广东沿岸是一个新的出发点 华人最初在有旧金山之称的 三藩市落脚 这里又叫做大浮 至于二浮 就是当时加州第二大城市 Sacramento 沙加五道 再过一些的Marysville 美利吻市就是三藩 美利吻市是美国少数 僅存的华人淘金小镇 现在这里仍然保存着 当年华人为求平安 而兴建的苗宇 Marysville itself is not a place where you mine gold this is the supply center and the transportation center for the gold mines that are in the hills surrounding Marysville in 1851 my grandfather came with his second brother to Marysville to join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they're from the Toisan area 华人既聪明又勤力 不过人手淘金 始终要靠运气 谭伯乐的阿爷 谭群夫 就属于少数的幸运者 他因为找到黄金而致富 之后在美利吻市 开了间集货店 落湖安居 this is exactly the same building it was built in the early 1850s it's a gold rush building you have to remember how plentiful gold was in those days we're talking early on this is 1851 a year and a half after the discovery of gold here in California gold was everywhere 淘金记里面 看不到有华人出现 但是在现实 华人对西部的开发 肯定有贡献 其实1850年 加上已经有一条省的法律 就是外国淘金者 要交个淘金税 后来就用了这条条例 来向华人淘金者征税 据家省当时的报告就说 家省的税收 绝大部分 是由这些淘金税拿的 人在异乡 华人要加倍黑府 才找到量餐一宿 这份能耐 就连戴文豪马克吐温 提及他在西部所见所闻的时候 都要对华人 大家赞赏 中国人从来不会偷懒 只要有气有力 就会自己动手 不需要其他人帮忙 白人经常抱怨 没有工作 但是中国人就不会抱怨 他们怎么都会想到方法去谋生 从台山到加拿大淘金的业生 他的经历正好是苦行记 描绘的华人写照 当他感觉到淘金业开始色味 就立即帮自己去找其他出路 做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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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最终于 有个人 聘工 書記者 然後支援師 後來 他成為主席 然後追求3、4千人 1888年 葉生在溫哥華創立永生號 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 輸入中國勞工 還兼營會對業務 生意越做越大 因理成變 永生號當時還充當非正式的郵局 幫忙收發往來溫哥華 和中國兩地的華人書信 其中的六百多風家書 成為了溫哥華檔案館的收藏 這次一幕 大部分是家鄉親人 飛過來的家屬 也有部分是來自北美的親友 信問溫哥華的運工情況 在1902至03這段時間 我們看到的書信 偶爾都會看到 敏工是艱難 市道未必是這麼好 也有見過的書信 寫給他們的兄弟在滿地可 他會跟他說 因為滿地可當時很多華人 都是做洗衣館的這個行業 所以他會跟他們說一下 當時的情況如何 和店鋪需不需要聘請人 在金山生活一點都不容易 大多數華人從事的 都是卑微的工作 而且往往要忍受白人 充滿疑惑和歧視的目光 旅居美國的加拿大人 William Perkins 曾經在日記裡面 寫下自己對華人的觀察 華人在這裡 可以說是善良和勤勞的一群 但是對國家的經濟貢獻就不大 因為他們很少在這裡買糧食 或者其他消費品 而只要一儲到少少錢 他們就會立即寄回鄉下 十九世紀後期 隨著越來越多華人湧入 經濟又不景 在北美 排華的情緒 於是越來越高漲 好像贊成寬鬆移民政策的馬克套運 就被報章用漫畫諷詞 說他的支持者 只有一群華人 華人入境的數目 雖然遠遠比不上 其他來自歐洲的移民 但是在主流媒體算驗之下 華人的形象就變得越來越醜陋 十九世紀 諷刺時弊的政治漫畫 在北美很盛行 而且是報章的一個特色 有些是非常刻薄的 漫畫 即是批評美國政府 批評地方政府 當時華人受當其衝 主要是說他壟斷了小型的生意 好像做駭業、製衣業 華人的樣子很恐怖 好像牽手觀音那樣 就甚麼都做 甚麼都拿了 做白人社會 就變成了很多人失業 很多人失業之後 就犯罪 被警察逮捕了 把社會的問題歸咎在美國華人 是壟斷了市場的方面 當時的政治漫畫 為了宣洩對華工的不滿 刻意醜化華人 甚至把華人描迫成低劣的民族 我們覺得是一種 叫做racial stereotype 是一種 用某一個意識來 鮮驗誇張了美國華人的形象 有點像是而非 好像華人眼睛細細 對白人的女人 對華人的女人 和華人的男人結婚之後 他們生出來的子女 會是一種叫做小妖魔 對社會和後代的影響 非常負面 有些漫畫家就畫了這幅畫 不如在三藩市口口 都做一個和自由神像差不多一樣 不是用白人 而是用華人 因為他們很少接觸到華人 他們在報章上看到華人的形象 就代表了他們所認識的華人形象 形象在他們的心目中 存在之後 就對華人有偏見 1913年 英國作家Sax Romer 創作的 傅滿洲推理小說面世 大受讀者歡迎 荷里活隨後 將這一系列的小說拍成電影 傅滿洲是一個充滿智慧 但是陰險毒辣的科學家 他是滿清皇族的後裔 為了報復白人對滿清的迫害 於是成立秘密組織 企圖控制歐美 以致全世界 殺了白人 殺了白人 然後殺了他的女人 傅滿洲的出現 正好反映 當年流傳歐美的一股 黃禍論 身份 羅員 成立秘密文 很可憐 有關經濟文 國人 本來表達了 and it's kind of displays a little bit of this paranoia of colonialism I want you to scream The splendor of the world is here Singham What is it? 1926年 荷里活的電影出現了一個 和富滿洲截然不同的華人角色 就是善良的華探長 陳查理 甚至袋子會不會說話 當腿是空 如果我們想要談論一個角色 他真的會影響 和看著中國人的改變的印象 尤其是中國人的印象 那是Charlie Chan的角色 我們必須要談論 他幾乎無疑問 最重要的中國人的印象 和普通文化的文化 非常抱歉 美歐 但你正在被判斷 不,你不 站起來 美國偵探小說作家 Earl Begas 筆下的陳查理 是一名夏威夷幹探 為人謙卑 但是足智多謀 雷破奇案 傅滿洲和陳查理 兩個極端的華人角色 在同一時間出現 同樣深入民心 正好反映當時美國社會 對華人的複雜心態 我們可以想像 西方人在對華人的恐懼 表達一方面當然是一種極端 極端的邪惡 但是為了進行對恐懼心理的控制 他們就可以想像 華仲人也有一些善良的 可以對他們進行幫助的 那陳查理正好補上了這一個形象 他們在導演的時候 經常是對演員說 你要演中國人不可能安守挺胸 你總是搖彎著要威威落落 走路的時候要走得很不穩 就是盡可能想像出的這種病態的中國 中國人的形象 無論是傅滿洲還是陳查理 角色雖然是華人 但是因為是主角 所以一律要找回白人演員扮演 華裔女演員王劉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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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 是荷里活最有名氣的華裔演員 但是她飾演的角色始終很局限 她演了一些雄女演員 她演了一些雄女演員 或是她演了一種嫉妒的犯罪 她演了一種嫉妒的犯罪 因為當然,當然,她演了很多角色的角色 她演了一種創造的角色 她演了一種類似的角色 在最初的角色 當有一個禮物的角色 當有很多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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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 在荷里活电影里面 观众见惯的 都是被扭曲的华人形象 直到电影大地出现 这部电影取材自 诺贝尔文学长得主 财振珠的同名小说 以中国农村为主题 展现农村妇女勤劳勇敢的一面 在题材上绝对是一个突破 大地出现的时期是二战的开始 对所谓黄霍的紫色的对象 就从华人转到了日本人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慢慢地好莱坞就想 应该拍一个比较正面的 有关中国的片子 赛珍珠长期是在中国长大 所以他对中国有相当的同情心 这个农民的形象就是勤劳勇敢 不管生活这么艰苦 他们非常执着地追求 他们的土地的梦想 这个形象跟美国的拓换者的西部开发的传统 是有直接的联系 所以这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塑造 在二次世界大战 中美结盟同酬敌盖 加上当时美籍华人积极参军 为国出征 所以赢得美国人的赞赏 从而改变近百年来 白人对华人的负面印象 1941年生活杂志中途民并谋 帮读者区分日裔和华裔的分别 以免错怪华人 从美联来到以美国华人历史的角度来看 是一个所谓非常重要的时代 1943年美国时 美国人对她的形象非常正面 一来她说她很美 典型的东方美女 1943年 宋美玲作为中国第一夫人 为丈夫蒋介石担当特事 出访美国 还成为第一个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 You have today before you the immeasurably greater opportunity to implement these same ideals and to help bring about the liberation of man's spirit in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很多华人去到市政府的广场 拿着职中美国旗 召迎她的 她的华人很受乐的时候 对她来说就是认为 现在是美国华人 在美国社会的形象一个大分身 宋美玲访美打动美国朝野 再加上当时社会气氛推动 1943年 美国国会终于通过 废除实施超过60年的排华法案 加拿大在1947年 亦都终止对华人的歧视条例 Years back the Chinese came to America leaving their women behind for 60 years In the 30s and 40s all these men did not have their wives over and they went to prostitutes and that society is very strange so there's a male bachelor society that actually existed on prostitution quite a bit The Chinatown was dying The men just came to me 美国华埠出现这个畸形现象 最直接的原因 是实施排华法案期间 禁止华人的妻子申请到美国 befor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hinese could not bring their wives and their family in and this is again quite a racist immigration act because they didn't want the Chinese to come and start their families and have a real community they only want the Chinese to come as cheap labor 二战之后 政府推出战时新良法 容许军兵的外籍配偶 移民到美国 才打破华人寡老社区的困局 there was a special veterans act and they could then use that to marry someone in China and then bring their wives over so it's the first tim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at there could be someone marrying bring their wives over and starting a family 1965年 美国进一步放宽移民限制 令到更多的华人妇女可以移民到美国 成为了制衣厂的生产大军 这个英文不过得关 你想去做其他事都是假的 就是辅工比较多些 我呢就在老表开工厂 那便来得很容易 那便跟我的姑姑去工厂车衣 老板要赶 他在麦克斯里赶的了 这粒衣呢 我要三天都要赶起它了 我不是在六号做到七点八点 我不是有些人做到九点 那我们有家庭嘛 有新闻仔嘛 那我们都要走 七点钟啊 老板在你走呢 他都要挖起一只眼的 我们最多鼎女初初 今个礼拜做下礼拜出 那些很平常 但是有些不是 整个月 两个月都没出一张车 那些就叫血汗乙坐 那些都没有了 在没有加入工会组织的 华人制衣厂里面 女工日以继夜在这里开工 薪酬福利毫无保障 血汗衣厂车衣女工 成为了白人对被剥削一群的代名词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盛时期 单单在纽约唐人街这里 就有近五百间制衣厂 雇佣的工人超过二万人 我们这个世界是公平交易的 一分钱就一分货 人家就自己帮我们出来 我们是劳工家 我们不能去描述我们工人的 1982年 纽约唐人街的车衣女工 举行历史性的万人大罢工 为我们急着的胜利欢呼 关绍兰以工人代表的身份 有份发动这次的罢工 开始是一个集会 招集所有的工友来到唐人街 一个大的公园 因为那时候老板就反对 签他们工会的合约 还要求去减三个有身假期 还有减医疗福利 或者退休金都要搞买 所以因为这么多大的损失 使他们觉得一定要斗 不可以忍住 谢谢 经过多次集会和罢工 最终逼使唐人街 全部四百多间制衣厂 和工会签订新合约 增加劳工福利和保障 随着製衣业不断萎缩 随着製衣业不断萎缩 代表华人受剥削的车衣女工 和血汗衣厂也随之过去 但是在美国人心目中 唐人街藏污纳灸的形象 就依然不便 隆年这一幕 华人黑帮互相撕杀的场面 是根据1977年轰动一时的 三藩市金龙酒楼枪击案做南本 反映唐人街黑帮问题 已经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 金龙事件震撼整个美国社会 之后一提起唐人街 就令人联想起华人帮派 更加认定唐人街是罪恶之城 很多时候我们打架 华青全部都是用这个地方在这里 金龙事件发生当年 李国超是其中一个帮派分子 不过就没有参与那次的行动 回想回70年代 他承认当时华人黑帮横行唐人街 帮派之间 经常因为欠地盘而互相撕杀 这些花园是一个象徵 谁控制中文场 在床人坡都知道 谁怕是最多力 在床人坡 那些鱼舞舞 都是很利益 这些生意 你逼他给一些利是 给一些钱 他知道你是有力 都是要给 好多买点朱尾呢 你进去呢 你就偷点朱尾 你都不怕 因为那个主持人 他都不会去警察的 不会告你的 我的朋友和我 我想做什么 我都可以做 我去餐馆 吃东西都不用付钱 这就是我们的街道 你想住在街道 你会比我们像别人 别人 来吧, Ronnie 我? 我小时候呢 爸爸妈妈都是上班 上班都是做十二个钟头 就很忙 不得行 那些年轻人呢 有时呢 就做坏事 没人看他们 是一样的 家庭 是很重要的 如果他自己的家庭不好 他就找大一点家庭 所以那些家庭 都会变成他的家庭 那他进去的家庭 他的家庭 都像他的爸爸妈妈 是一样的 金龙事件之后 三藩市警方 大力掃当 华人帮牌 李国超 也在那时脱离黑帮 之后 还出书 讲述自己的经历 劝勉下一代 我好幸运 多数的人跟我呢 都死了 我不是个good role model 如果你想 learn from me 不要follow me 好 好 好 在美國土生土長的Jeff 十一歲開始就迷上李小龍 還收藏了過千件偶像的紀念品 《Fizz of Fury》時我看見他在最初的電影《Fizz of Fury》 是在電影劇場上 他像是一口涼快的空氣 《Fizz of Fury》時我看見他 《Fizz of Fury》時他看見他 《Fizz of Fury》時他看見他 《Fizz of Fury》時他看見一位中國人 在鏡頭上看見他 他很強勁、強勁、速度 所有人在電影劇場 無論哪種族性地位 我們都在鼓勵他 你們記住 中國人 不是病夫 李小龍的電影 在七十年代風魔歐美 他飾演的全部都是功夫了得 形象正面的角色 展現了華人剛強正義的一面 徹底改變白人 一向認為華人 內躍怕事 卑躬屈塞的形象 以前的形象都是筷子 沙尾彭雅、耶彭雅 很傻腦、很愚蠢的形象 看見我們中國人 但小龍就給了一個 我們很尊嚴的形象 我們也是跟你們一樣 就是跟外國人一樣 李小龍在美國出生 在香港成長 亦曾經參與粵語片的演出 之後回美國升讀大學 在荷里活發展 但是因為種族的緣故 他只能去擔演二、三線的角色 他知道有另一個片集就離開 叫做《功夫》 他已經寫了很多 第一集他打算寫了一個劇本出來 被監製和編導看過 他們認為 故事很好 但很可惜 亦是1960年代 終於找了一個洋人 來扮演中國人的角色 他不讓中國人做 那麼小龍的時候 他的打擊都很大 就是覺得很不公平 這個世界 回香港之後 他做主角拍了幾部 非常賣座的功夫片 在全球掀起一片功夫熱潮 那是一件事 最終的 最終的 在1960年代 每當你看電視或看電視 或看電視 你會看很可憐 你會看很可憐 的中國人 到達到 到達到 你開始想想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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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一瞬間,他在一瞬間,改變了一瞬間 我只是唯一唯一中國人在我的課程 我一直被拘捕了 Racism是很困難的事情 我一直被拘捕了 當 Bruce Lee came on and these bullies tried to pick on us again either you would put up your hands like you knew Kung Fu or it could just be a simple look up and look at them in a Bruce Lee way and they would walk away so it was almost like magic 其實我曾經聽說他很誇張是中國人 這令我驚慌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美國在上個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 經歷連串的反種族歧視和民權運動 促使黑人以至亞裔人獲得較公平的對待 I have a dream today With this day, we will be free one day 隨後,美國的大學陸續開設亞裔研究科程 而第一部被認為是真實反映美國華人生活的電影 亦都在八十年代出現 Hilton, please Here's a game I play One thousand Two thousand Three thousand Hey, what's a good place to eat in Chinatown? Under three seconds That question comes up under three seconds 90% of the time 尋仁這套電影 是講述三藩市唐人街兩宿侄 到處尋找因為欠債而突然失蹤的拍檔 John Hong was in home 從而反映華人社區的生活面貌 The main purpose was to show a very complex and more interesting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So that's why I found a story Basically a detective story about two guys looking for a friend of theirs And through the story I was able to show many different aspects And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Chinese living in San Francisco But some lucky money too One for everyone 電影《尋仁》得到好大迴響 導演王詠隨後開拍點心和一碗茶 否釋華人在美國真實的一面 They're gonna ask you in English Yeah, I study all day Okay Who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at? Well, the media is everything The media basically influences how Americans see Chinese here In the early days when I was here A lot of times an American would come up to me And talk to me in ching chong Chinese like Charlie Chan Or talk to me almost like a fortune cookie When Bruce Lee was very popular Everyone came up and said You know, it's like the kung fu thing becomes the stereotype They call it Grant Avenu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In the end I think it probably has a small influence And then people still have to kind of find from their own experiences What the Chinese is really like You're in Hong Kong You're in Hong Kong 美國華人的形象 因為長時間被大眾傳媒扭曲 飽受歧視 不過 縱使遭遇重重挫折 他們依然默默承受 堅強地生活下去 There is some racism There is a lot of language problems There is like this whole cultural adjustment But I think a lot of the immigrants come here Because they still think that they can make a better living And bring up their children with better education And that is the American dream I guess And that is the American dream I guess 接着是奇話紙尊月餅呈現 真情品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